錫金剛的佛供 稍微講一點 其實錫金剛特殊的供品 是這樣子的 它主要錫摘是用白色的 針藝是用黃色的 祥福是用有針的樹葉 有針的樹葉 即有刺的 有刺的樹葉 有刺的根 有刺的 降伏都是用有間刺的 敬愛呢 就用紅色的蓮花 紅色的蓮花 那麼錫摘的時候 用白色的用什麼最好 用起司 特別用的起司 起司 大家知道 在美國吃起司 在很多地方大家都吃起司 這個起司 另外針藝用黃色的樹枝 黃色的樹 流出來黃色的紙 爭議 那是爭議最好 最好用的東西 黃色的像這個琥珀 琥珀是不是 樹枝嘛 那琥珀的像琥珀最好 丟進琥珀 就可以增加利益 那是很特殊的 另外降伏呢 就用真葉 有刺的 要用暗綠色的跟黑色的 暗綠跟黑色的 藍色的也可以 敬愛用紅蓮花 你要求結婚的 求婚姻 求結婚 男的這個還是單身 女的還是單身 星格 那個時候呢 就是要用熱狗跟麵包 或者是褒夷跟海參 它這有象徵性的 有象徵性的 它是這樣子象徵性的